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叫做熱的傳播 這裡非常簡單 觀念看一看知道一下 該背的背該記的記 看看就可以了 這裡的內容很簡單 沒有任何的計算 我們這個教過了 很愛考的一件事情 請問你熱量的移轉方向 熱量從高溫移到低溫 從高溫傳播到低溫 然後一直傳到什麼時候 傳到熱平衡為止 熱平衡就是溫度相同 在達到熱平的時候 外表上看起來沒有任何的變化 溫度不再上升或者下降 在外表上沒有任何的變化 叫做熱量的移轉方向 流動方向 熱量從高溫流到低溫 問題是熱量用什麼方法 從高溫傳到低溫呢 我們有三個方法 叫做傳導 對流輻射 就是我們現在要教你的方式 熱量傳播的方式有三種 一個叫傳導 一個叫對流 一個叫輻射 熱量傳播的方式有三種 傳導 對流 輻射 我們後面就是要一個一個的跟你介紹 講解 什麼叫傳導 什麼叫對流 什麼叫輻射 傳導 對流 輻射 熱量傳播的三種方式 OK 熱量會從高溫傳播到低溫 達到熱 這個氣派 基本上都可以靠著傳導的方式來傳熱 但是有些東西很容易傳熱 熱的量導體 比如說金屬 有的東西不容易傳熱 就是不量導體 比如說塑膠 要木頭 空氣都不易傳熱 所以有的東西容易導熱 有的東西不容易導熱 但是基本上任何東西都可以靠傳導的方式來傳熱 好 所以呢 這裡問題 這是以前考試考過的題目 他說 大塊的肉 如果擦幾根金屬針 那裡面就會比較容易熟透 請問你 這樣子的是為什麼 這樣子是為什麼 這個叫做 三號 三號 為什麼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要不然打出去 你說聲音好小 聽見 應該帶過音器 我記得 這是很容易的 這是靠著金屬可以把那個熱傳到那個肉的裡面 可以讓那個肉就在裡面的肉會受熱 然後所以就比較容易熟透 所以呢是靠金屬容易傳熱 把熱傳到肉的內部 然後使它能傳 然後使它能夠煮熟 再來 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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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浮起來飄上去 然後呢 冷呢就會下沉 所以呢熱身冷降的現象 這個現象稱之為對流 熱上升冷下降這個現象就稱之為對流 那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像液態 它主要就是要靠著所謂的對流來傳熱 我們有一個實驗 我們在做突一這個實驗的時候 這個實驗的時候 我們的手可以感覺到熱 因為熱水會上升冷水會下降 所以有熱水的上去 所以它能夠感受到熱 可是如果我改成土二的加熱 我的手就不容易感受到熱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受熱 它在這裡熱上升冷下降 它在這裡熱上升冷下降 對流的現象發生在上半部這裡 沒有下去 而水呢 比較不容易導熱 所以它就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靠傳導來傳熱 所以就比較沒有熱量 從上面傳導傳下來 所以下面就不容易感受到熱 假如水 假如水 主要的導熱方式是靠傳導的話 那麼不管我是握上面握下面 答案應該通通都一樣 一樣 結果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不一樣 所以我們透過做這個實驗 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的這種流體 我們主要的導熱的方式 是靠著所謂的對流的現象 靠著所謂的對流的現象 就是這個實驗所告訴我們的話 所以我們這個叫舊式的 就很古老的 現在冰箱固定這樣 古老的冰箱 很舊式的 甚至它可能不是一個 直接冷凍 是要靠放冰塊那種 它就會把冷凍櫃放在上面 因為冷空氣會往下沉 會使下面也變得比較冷 加一個冷氣機擺的位置 會擺在一個高度的位置 會擺在一個高度的位置 因為冷氣機吹出來 冷空氣往下沉 會使下面的變冷 理論上冷氣擺的位置 就把比你們家最高的人要高度對流 比你們家最高的人要高一點 然後冷氣往下沉 每個人都有涼到 如果你擺的很低的話 就是下面有涼 上面不涼 下面不涼 它就冷空氣往下沉 或者是煙囪 也是靠對流的現象 熱的往上冒 然後底下 你們在生活的時候也是一樣 要見完 然後呢 要有個冷空氣要從底下灌進去 然後熱的從外面出來 有個旺盛的對流 不太容易升起來 這也是煙囪的也是一樣 煙囪也是一樣 熱的往上冒 然後冷空氣從下面灌進來 然後有個旺盛的對流 要產生 這是電流的應用 好 這是考書問的問題 結論三連結地科有再教一次 叫做 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陸風 為什麼 因為海陸的比熱不同 陸地的比熱比較小 海洋的比熱比較大 所以白天太陽在曬的時候 海洋這邊的溫度沒有什麼上升 陸地的熱溫度就上升了 陸地的熱溫度上升之後 熱空氣會上升 所以這裡的熱空氣上升 然後呢 空就從海上面補過來 補過來 風從海上來叫做海風 那它叫海風 所以呢白天會吹海風 到了晚上就反過來 容易上升的容易下降 不易上升的不易下降 所以到了晚上變成是海洋的溫度高 熱空氣會上升 空氣從陸地補過去 所以呢 風從陸地上來 這叫做晚上吹陸風 所以你要記結論 結論叫做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陸風 要知道為什麼 因為海陸的比熱比較不同 陸地的比熱比較小 海洋的比熱比較大 比熱大的溫度不易上升 不易下降 比熱小的溫度容易上升 容易下降 這就是為什麼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陸風的原因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